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涨产量是1133亿 指数小涨12点的刚刚好收在10800点 我想近期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高一点可能超过10800就没有几十点 低一点也跌不下去 它就在一个横盘的区间 最近大致都是这个样子 那在11月份我认为指数都偏向横着走的几率 它会比较高一点 那但是你会发现就是说 最近好像指数不太动 可是很多人跟我反映说 他们最近手上的股票怎么一直在底 那回档的速度还算是蛮快的 比如说之前我们卖掉的3661的四星 那今天收盘收在102 那收盘价是创了 从131.5元的历史的新天价 拉回的波段的最低点 那你说从这一边跌到这一边 一个不小心30块就没了 所以说你在操作一档股票 要一次赚30块 其实很多人也不见得很容易去 达到这样的获利的一个目标 但是但是它那个跌下来的时候呢 一下子你发现这个30块钱 它就不见了 所以这个股价再跌 这个速度是很快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因为最近法人在这边 做一些部位的调整 因为通常季底12月 是法人在季底拼机效作上的时候 那9月10月很多股票 比如说电动车AI 或者是光学股 成绩都大涨一波 反正其实账上绩效其实都很好 那他们部位很高 那涨的也够多了 所以到现在这个时间点 你说要他一路拉到12月底 我跟你讲那真的有困难 所以呢 大家的心态是这样 就是说部位高的涨多的 当然你要放口袋 就是你要获利做调节 获利做了结 陆陆续续的下车 把资金收回来 那趁着11月份 做一些部位的调整 开始去找说 哪一些是可能之前没有什么涨到的 可能横盘个两个月三个月或者半年 可能整理越久越好 那位阶相对还在没有那么高 相对低 我说相对现在没有绝对低档股票 除非是很烂的股票 相对低的股票 那部位不大 可以开始重新建立部位 那趁着11月在一个换股调整的阶段 卖掉高位阶的 转进低位阶的 卖掉营收建高点的 转去营收后面会陆续走高的 这种部位的转换 来准备准备全力拉抬12月份的年底作章行情 所以现阶段就说 它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调整的阶段 所以呢 就像我说的比如说世新 为什么我讲世新 因为这是我们做的股票 那别人股票就不讲 就是我们这一边 84到114 赚30块钱 拉回108到128 我们在最高点附近 又赚了20块 两波赚了50块钱 赚了六成 那已经拉回到101.5元了 但是呢 我都觉得现阶段不急得去买 因为季报有一点不如预期 那营收高点今年已经过了 第四季 大概会等同大概第二季的水准 所以会有蛮大幅度的下滑 所以最甜美的一段 赚起来了 当然我认为在这边 其实可以让它先拉回做整理 事实上它也拉回了 30块钱 所以最近大概都是会这个样子 就是市场再说一个调整 就是说高位阶的 可能你也会看到陆陆续续都有卖压 那如果它是主流股 比如电动车 光学或者AI 那未来整理到一个段落 到时候自然会再涨 那现阶段 它就必须要整理 而且我认为 在11月份再做一个部位调整 那主流转换的过程 12月份要涨的主流 可能会跟之前不太一样 至少就短期来说是这样子 所以现在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部位 来调整的时间点 比如说康控 10月32日礼拜一 那这礼拜一 拉出第四根涨停板 创的新高390.5元 但是呢 我可没有叫你去追 我一直跟你说 涨不要追 涨停板不要追 那我们也趁着创新天价 大概370 380块的时候 先出一部分 获益调节 那到礼拜二 大概360附近 再卖一次 再卖一次 到礼拜三 那大概350附近 再卖一次 持股陆陆续续 大赚出金 所以呢 总共平均卖在 大概360块 所以这一趟呢 从128 218 到360 这一段上来 大概三个礼拜之间 三个多礼拜 赚了142块 就是一张股票赚了14万多 换算成报酬率是65% 就超过两个三成的获利 那获利出新之后 因为我认为 就短期来说 最甜美的这一段 最快的这一段 暂时已经告一个段落 所以再来呢 他应该会进入一个 比较量缩 写线油分盘交易 的一个横向盘整区 当然我非常看好 他明年的发展 包含iPhone X 包含未来要跨入车用 再来 镜头的防水 这个部分 太跨进去了 所以呢 光iPhone的相关的部分 一季可以赚超5块钱 那明年车用跟光学的部分 如果再上来 那再来这张股票 后面我认为非常的乐观 但是因为短线反应的非常的快 所以呢 现阶段 先全部出新 让他量缩整理 等待 下一面一个更好的一个买点 今天就量缩 那小涨 那小涨 那当然 不必然他在这边 不会继续涨 有机会 因为他后面基本面很好 但是呢 后面即便继续涨 跟这一段的速度跟幅度 后面要再涨 那当然差异性 就会 这个比较大一点 所以这边 我认为空间跟幅度 速度都不会像之前那么大 所以 就是 在11月份的时候 趁着市场 再做一个部位调整的时候 那跟着做调整 那一档接着一档 所以把资金区 调整到比较低位阶的股票 所以同样是iPhoneX 那昨天库克 就是Apple的执行长 库克 他说 iPhoneX卖的 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呢 他有说 请大家放心 那 供货的速度会比 预期的快 所以大家拿到iPhone的时间 会比预期来的更短 所以在10月27号 我已经是上网预定了iPhoneX 那因为我要三点开始卖 那我三点录影 所以我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去按 所以说回到家四点半 我才去把这个iPhoneX的预购把它完成 所以系统跟我说 我要等大概五到六周 五到六周 但我看今天最新的报导 大概台湾的时间可以说 短到大概三到四周之内 就一个月之内都可以拿到 也就是说iPhone的零组件 可能关键零组件 3D感测的部分 之前可能一直传说良率有问题 所以一直做没有办法大量做出来 那现在这么有信心的库克说 供货变多 那时间缩短 代表就是整个供应链 它会整个乱起来 那出货量会一路的往上冲 那iPhoneX的量又会比iPhone8 大的相当多 所以相关零五件 再来我认为会有非常不错的表现 那比如说康控他就上来了 但我说康控不要追 我说可以看这一档GIS 那前两天涨一天跌一天 涨一天跌一天 昨天还跌了十来块 所以这个大家可能觉得 怎么都不会涨 但是我怎么讲 我说这档股票 他因为位置非常的低 位置非常低 从379.5到38 跌到大概260 跌下来大概跌120块钱 在绝对低档区 低档风险有限 上面未来如果再双新高的话 那进可供的空间大 退可守低档风险不大 所以这种位置的这种标的 那其实你一口气买个500万 1000万 其实我都觉得是OK的 因为他有非常大的流动性 他是红海集团的股票 那你可以买很大量 而且没有太大风险 后面如果说一个波段拉上去的话 你说赚个100块200块 其实这种股票 对他未来的一个大波段 其实我认为 这不会是一件什么太离谱的事情 那昨天还跌 昨天还收黑 今天不止收复昨天的黑K 而且大涨14块 收最高点 收283 那我说他具备V型反转 当然不能说V型反转 因为他跌下来之后是横盘 V型应该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认为他怎么跌下来 未来会怎么上去 所以概念是差不多 他具备涨回去的一个实力 涨回去的一个实力 那因为iPhone X大热卖 那基本上他第三季的财报 估计就可以创历史的新高 那下半年我们抓 大概可以赚大概16块钱 所以第三季假如是赚 比如说大概7块钱 第四季 因为iPhone X的量大 所以可能会冲到大概9块 甚至到一个股本 那之前之所以跌下来 我想就是几个层面 第一个就是说因为之前iPhone 8卖的非常的差 所以iPhone的概念股就开始随便乱杀 所以说GIS就从300多块跌到261块半 才做一个止跌打底 那我就说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因为iPhone 8卖的不好 但是其实像TPK 华通 GIS其实他们出货量也都是明显的成长 所以营收其实就是事实上就是成长 那iPhone 8卖的不好的原因是在于 大家要等iPhone X 就像我不买8 我要买X 所以呢 所有的买器 低延到X会一直引爆 那好玩的是 GIS他同时出8 同时也出X 所以呢 8卖的不好 是因为X会卖的非常好 所以他的利多在后面 但是前面股价却先杀 却忽略了后面利多 所以呢 这个就是市场有时候 他有一些不理性的地方 那当然充满了不理性 你才会有超有的利润 不然的话大家都想得通了解 那其实大家都没有钱可以赚 所以呢 不该跌而跌 到时候只要财报利多出来 第四季营油会更好 那到时候股价怎么下来就怎么上去 那而且目前才能完全满载 在手的订单 据郑老师的了解 现在公司已经做不到 就是光要应付你iPhone 8啦 X啦 那可用做不到 那更不要说媒体都有报道 可能接到韩系的大厂订单 好像三宋的订单也有 那美国的另外一个大厂订单 据我了解 看起来应该已经也OK了 所以现在的订单可用做不到 陆续又接到一堆订单 所以持续扩产 明年累积好得不得了 所以下半年推广赚16块 全年大概可以赚到接近24块钱 所以目前本益比只有大概12倍 而且它将是鸿海集团 今年到明年最赚钱的公司 而且明年比今年的成长幅度看起来可能不会太小 所以我就说 康控当初买的时候 很多人也是觉得从100多涨到200多 好像很贵了 所以买到走走 但事实证明 不到一个礼拜 一个月的时间 从200多块涨到快要400块 就是我们当初在100多块 看好它未来会走郁金光的模式 它有大力光的技术 第一米的优势的那一个利多 最后在半年之后 我们得到了一个验证 所以从100多涨到了接近400块 这个位置让它耐心的整理一下 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不一样 这边可以大买 这边我就不建议大买 当然有来回操作的空间 但是目前它不合适大买 反倒是我认为 在低档的像GIS 今天也确实涨14块钱 这种进可攻退可守 全年上海24块钱的 鸿海集团的第一名的股票 当然iPhone X准备要强力的 大量的大热卖大出货 相关供应链数字 一定会跳得相当的一个漂亮 已经在高档的 当然它已经反应了 像康控 这个就OK 短线没有一个超额的空间 但是反而跌下来的像GIS 这个我认为就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们在带会员操作股票 不只是会买那种强力攻击型的股票 因为会有很多 有一些资金可能是三四千万四五千万 一两亿的都有 那标股大家人人爱 但是你要去了解就是说很多资金部位比较大的朋友 那他是希望比较稳健的 他除了希望有一些投资组合的部位是比较强势的活泼的那种标的之外 他也希望他更大的部位可以买在流动性大的而且非常稳健的 但是一个波段可以转一轮下来可能也有三四成四五成的空间的 就像GIS这种标的 所以上次在带会员操作股票都是操作最好的股票 有一些比较中小型的强势的主流标股 像比如说像大中 大中这种那也有像GIS这种非常稳健 所以就是尽量照顾每一个会员的不同的需求 那大中从上礼拜三我就预告说在一档333的金平股要涨价10到15% 那礼拜四开盘就买100块当年收涨停板108.5元 隔天连续两根涨停板119 之后创新高124.5元再创新高涨停板133块 再创新高141.5元的新天价短短5天100到141.5元就赚了41块半 赚了41.5个百分点 所以大中又再度的实现了所谓的三成的获利 而且短短的5天一星探桥过三星 这个速度真的非常的快 那昨天押回整理129 但我说强势多头趋势不变 多头趋势不变 今天早盘最高138.5元就涨超过7% 盘中一度的小盘黑 尾盘又收上来收上来 那这个走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势 中常涨了大概3.5%涨4块半 收到133.5元 那虽然没有创新高 但是今天的这个收盘价是再创 再创 这个波段收盘价的历史的新高的记录 所以实质上来说 大中在今天很多中小型股持续股价调整 或者涨多拉回的过程 MOSFIT股票大部分都有点卖压 但它是持续的创新高 真的非常强 那买100块钱到今天收盘价133.5元 7天时间赚了33.5元 33.5个百分点 所以三成获利其实早在第五天就已经实现了 那稍微拉回目前又继续涨 始终维持在三成获利之上 那9月份的获利是0.63元可圈可点 而且还没加进涨价的因素 第四季新的接单都涨了大概10到15% 所以推估营收会不错 那涨价的过程呢 一样的出货基础 营收成长10到15% 但是获利会成长不止这个幅度 所以第四季的获利会更加乐观 而且重点是投信采买大概5天而已 那投信到目前为止 持股只有大概5到6%左右的幅度 后面那个加码空间相当大 所以我就说MOSFI这一波的景气 我看好会缺货大概2到3年 它的概念就跟当初的被动员件一样 大厂转到车用空缺 由台厂所填补才能不够开始涨价 而且车用持续的成长 所以整个市场开始大量的缺货 所以那个价格未来如果持续两三年 都会缺货的话 那未来这家公司 你说明后年赚个八九块十块钱以上 这个机会相当大 所以未来它的股价模式 我认为会很像当初的被动员件的国具一样 走一个长线多头成为类股的指标股 但那个长线多头其实你很难预设 它的高点即便是到现在 国具的股价都还在一个持续创新高的阶段 所以我认为大概就是这个模式 所以你要去买就要买主流股 买主流股里面的指标股 那去稳稳抓它一个非常强力的一个组成段 一段一段三成的赚起来 那赚起来那个幅度跟速度相当快 那一次三成两次三成三次三成 就有机会可以赚一倍 所以这个是我们持续用三三三策略 在帮会员实现三三三获利的一个阶段 这个持续实现当中 那赖尼克森 今天早盘冲到40.2元 盘中一度又撒到36 这因为20分钟分盘交易很讨厌 所以波动也比较大一点 那尾盘又拉上来非常的强势 那第一档买盘很强 这一拉上来又拉2块半上来 第一档买盘非常的强 9月份赚了0.35也是可圈可解 那第三季推股赚一块钱 那他的汇图卡的比重 又是整个所有业界里面最高的 那昨天的比特币 竟然又大涨到了7300多 这个真的非常强 所以汇图卡的整个需求持续的畅旺 所以尼克森也有涨价的因素 所以第一季获利也会更加乐观 所以MOSVI我们就抓两个指标股 高价的就是大中式龙头指标 就跟国际一样 那中价位的就抓尼克森的部分 那这两个股票 我认为在11月份 都还有非常大的一个发挥的空间 所以这些股票 其实他当然已经涨一段 但是如果说他到满足点 我会跟你讲康控我们出掉 那你不要再追 但是如果说他还没到满足点 拉回的部分 你要去找机会去做一个持股的一个承接 那后面波段还没走完 所以该买该卖 其实我都会讲得非常清楚 当然他们短线毕竟涨了三四成 那如果说你想要买那种跟大中上礼拜一样 刚起涨的股票 那你就要来买这一档大中第二 高涨整理三天 产能爆满到明年中 国际同业国内同业陆续都涨价 股价横盘两个月 投进几乎临时股 刚刚开始布建这两三天 所以这档股票我认为 未来会仿制大中的走势 只要投进后面加速渐长 那股价一突破 那就是又是一档可以大赚三成的 这个强势的股票 所以这种股票呢 就是会员最喜欢操作的这种 就是说一波 赚完再赚一波的这种强势的 波段股跟属流股 所以要操作大中第二 最简单就是说 限量推出的333的贝利会员专案 我们只买最强势的主流股 像大中像尼克森 像康控这种最强势的主流股 或者GIS 赚完一波再换下一波 赚完一档再换下一档 所以这样333的贝利会员的专案 只要每一个强势股 都可以顺利赚三成三成三成 三档四档五档下去 那每个人的一个获利 都有可能超过一倍以上 那会有优先通知的一个服务 所以说优先通知先买先银 所以我们只限量15名 那333的贝利会员专案 赶快跟上我们的脚步 赶快把握机会吧 等会儿再聊其他的股票 众人都说重视安全 却把安全列为选配 对VOVO而言 安全应该是标准配备 VOVO全新18年式 全车系标配ACC主动巡航系统 等11项主动安全科技 驾驭VOVO安全不分等级 9.9万轻松入主S60 V60 年终优惠提前开跑 再加码超过20万里域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请直播02-2365-9333 02-2365-9333 要运动就要走得更快 来 更快 等我一下 你要走几年 我是要走几年就走几年 走十年也没问题 你厉害喔 你这么老走 你脚头有感动得到 大家平常时就要保用啊 灵活乐节一天了力 配方更完整 行动更灵活 还有四项高单位专利配方 UC2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 机关萃取高单位食用玻尿酸 纳豆萃取物有助钙质吸收 专利浆黄萃取提供舒适关键 利用专位素食者设计的素食乐节 专利配方 低纳 低奖 低负担 定过专线 0800 066 680 或上网搜寻 长春 乐火 乐节 我哪会走过条 长春乐火 他想的是60年代的台湾 可是卖给你的是90年代的房价 汇率啊就像做营销肺车 这一点心脏就是够大 100块的东西 有15%的投资报酬率 你会到口袋里15块钱 不是这样 中国很爱买房地产嘛 我人生中啊 讲过一场最大的演讲 就在中国深圳 那也是中国的代销业者 请我去讲 三万 十九大喔 中原文演唱会还多 好 欢迎回到现场 那我想最近郑老师 带着会员布局的标的 是一档比一档标 一档比一档强 除了大中很快就涨四层之外 那比如说汉迅的部分 在上礼拜四就涨停板 礼拜五又涨停板 礼拜一平新高 礼拜二又创新高 礼拜三也创新高之后 礼拜四礼拜五 才连续拉回稍微修盛个两天 那因为现在是20分钟的分盘交易 所以量比较说价格稍微强势的整理一下 我想这都无可厚非啦 那下周三就将解禁 就是说再关到礼拜一 礼拜二礼拜三 就会恢复正常的交易 那一旦量价恢复正常 那当然股价我认为将会有精彩的表现 因为比特币最近全球最强势的商品 什么都不是就是比特币 到昨天又创了非常夸张的新高 7355美元 那我昨天也说只要3000美元以上 挖矿就有利润 何况现在已经超过3000 4000 5000 6000到7300去了 所以基本上挖矿这个热潮 我认为这会持续的延烧 明年只要这个价格不下来 那这个商机会持续就在那边 那汉讯9月份赚了2.25 一个月赚2块半2.25元 2.25元 那第三季赚大概5.51 那结果第四季10月份 月初又月底了 这个又涨价了大概这个10% 这个汇图卡部分 所以利润又会再往上这个电高 所以10月份工作天数少一点 营收可能会掉一点 但是价格往上 所以呢 获利呢基本上我认为会维持在2块钱之上 所以第四季大概还是有赚5块钱的水准 那明年很有可能 跟今年下半年一样 随便赚就有超过6股本的实力 所以这个股价未来真的爆发力很大了 所以说分散交易的一个整理 那拉回其实买进 我认为未来应该蛮容易赚钱的 好那再来就是说会缺两三年的MOSFI的部分 那大宗会是最重要指标股 五六天的时间 七天时间就赚了超过了三成 那第四季获利更乐观 投信持股只有5% 那再来我认为空间还是很大 还是很大 那如果说错过这些股票 那现阶段正在最后布局阶段的大宗第二 产能爆满到明年中 国际的同业国内同业都陆续涨价 股价还满两个月 投信没有什么持股才刚开始建仓 这优势一档可以大赚超过三成的强势股 那你真的不要错过 等到喷出去之后就来不及了 所以利用333的贝利会员专案 只买最强势的主流股 赚完一波再赚一波 有优先通知先买先赢的服务 那只限15名 而且周末你就说郑老师说周末 再多送给大家一个月 就说郑老师讲的 再多送给大家一个月 谢谢大家